向神明求一个红包 希望保佑来年平安顺利 这间位于新色大南村的大员宫 上午就有近百位信众 在王爷诞成的今天 准备丰盛的祭品 要祈求神明的保佑 求平安安心 让我们赎养 投入平安顺利 就是我们赔钱 你如果说现在死去 你如果说有发生大事 就当年没赔钱了 所以说我们就救安 新色大员宫所供奉的 红府王爷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香火灵宴 也成为当地的信仰中心 加上前阵子香炉的香 被信众拍下来香灰 不断的歧视 让更多人对大员宫的神迹 深信不疑 现在来拜是三张千香 但是其中两张 他的香香香是都会落下来 其中那张呢 就是会睡这个 一直就是 中头几位都 他的香香香都没落下来 就睡得很舒服了 信徒来之后 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已经非常多的 非常好的 很少的奇迹 所以我们用那个 手机陷着之后再去洗出来 这些照片 目前由庙方小心的收藏 对他们而言 这是庙方的宝物 而至于这些照片所拍摄的 是不是向信徒所传的神迹 就只有见仁见智的去解读了 BTV中都新闻林伟霆报导 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好 好 谢谢观看